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5月28日 我們現在講講這個兩會消息 兩會 今天已經是落幕了 這個 幾千個 涉角代表 雲集在北京 開一場 鵝騙全世界的大會 但是 我們講這個兩會 我們反而要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現在中南海那種矛盾 其實是比以往更加深 而我們會 詳細跟大家作出一個分析 香港現在的焦點都是到了國安法 掛著看人大 忽略了 共產黨的權鬥 忽略了國務院 李克強 的報告 兩會真的很重要 講到這裏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因為 只要不提大家就不按like 我們的 Patreon也已經相當不錯了 有302位 登記了 開始明顯上升 開始有這個上升的態勢 趨勢 根據共產黨所說 好 細頭 良好細頭 但是 我會想起李克強說GDP 當我們不提 他說不提GDP的時候是沒有實的表現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混蛋了 大家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要再追上去 還有這個叫做月費贊助 除了Patreon之外 PayPal也能夠開放了 也能夠開放了 在英美 澳洲 歐洲的朋友 也可以 月費贊助 Payme 暫時要停一停 因為我們現在的新戶口還沒搞得到 所以要暫時停一停 至於銀行戶口其實也是舊的 不過我們現在不方便說出來 你們如果有需要就直接問我 PM我們那個電話 好 說回兩會消息 其實我們要重點說回這個李克強 工作報告 這個是李克強代表國務院 代表團派 代表 一個比較是做實幹營的幹部 他們不是太子黨 不是空港的 是由基層做起的團派 變成他們的政務系統 會比較紮實 相對於 空港的太子黨 講講這個兩會工作報告 不得不提 李克強強調 要和平協商 兩岸統一 李克強在 工作報告兩岸的部分 那就是 沒有提這個堅持久二共識 最主要關於台灣 所謂兩岸的部分 就是 我們要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 堅決反對和壓制台獨分裂行徑 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保障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 政策措施 團結廣大台灣同胞 共同反對台獨 促進統一 我們一定能開創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 這個說法 其實 也挺溫和的 和權策掌的南海局勢 就是形成一個強烈對比 沒錯 因為 磨權策掌那些 一個叫做外交部 一個叫做國台辦 兩個其實都在第10國務院 我們上次說過幾個部門 國台辦 外交部 除了國防部之外 三個部門竟然是煞氣騰騰的 有信心 有能力 可以挫敗一切任何外來的勢力干預了 大家 當聽到中共說一些口號的話 有信心即是沒有信心 有能力即是沒有能力 是真的 因為如果有是不用強調的 你明不明白 我們說了很多次 就算普通人也是 一個練武人 打架的人 懂得打的人 是不會在街上大喊 有信心有能力把你打到 出手的人是不會說話的 你扔人 扔磚扔石是不會說話的 不要讓對方 有警戒 我要跟大家說前蘇聯的故事 我講完大家就明白了 這個故事一定要說大家 一定要明白 當年史太林 去巡視農村的時候 他看到一位老人家 他問他 老人家 當然是說俄語啦 老人家 你好啊 偉大的史太林同志 你好啊 然後他問 老人家 老人家 如果你有頭牛 你會不會奉獻給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啊 老人家說當然願意啦 好 然後 史太林看到一輛車經過 老人家 如果你看到那輛車 你會不會願意奉獻給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啊 老人家說 當然會啦 好 這個史太林滿身歡喜啦 然後 看到一隻羊仔 老人家 他問他是不是你的 他說是呀 你願不願意奉獻給社會主義祖國啊 老人家說我當然是不願意啦 那麼史太林很奇怪 為什麼 你有頭牛你就願意奉獻 有車你就願意奉獻 但是你有隻羊你不願意奉獻呢 為什麼呢 老人家說因為我真的有一頭羊嘛 其他的我也沒有 你說什麼什麼 意思就是 你也不能打得像 你當然是夠說的啦 打得的 是不會說的 中國就秉承這套道理 所以你看到他說 共產黨現在解放軍能打仗 打成仗 意味著什麼 不能打仗 沒有把握打成仗 所以呢 回來 李克強因為是國務院總來的 他始終對於國家的形式 會超過那些 那些鷹派 太子黨 空港那些 那些嘴炮專家 專注研究他的口的攻擊力 其他那些是沒有研究 所以呢 李克強就是 務實路線 再說一次 務實路線 務實路線就是對台灣 要和平 不能夠靠武力 因為武力不可持 對中共來說 還有武力 他是沒有辦法救救美國的 他知道這個國力 大家請一請 表力 蚊腿和牛腿 是不是 所以 那個 你看看政治 你就會發現 現在那些 鷹派 那些強硬派 直接無視國務院那個 組織 直接無視你根本就是under國務院 你不放李克強就是眼內 完全無視李克強交出來的工作報告 強交出來的工作報告基本上就是 和平對台 就不是你們那些叫戰對台 還要24小時去解放台灣 打飛機 製作那些 P圖 拍片 李克強 就說今年因為受了疫情衝擊 對國家造成 經濟上的很大損失 所以呢 再提GDP呢其實就不是無實表現 所以已經不再提了 一個 當家的人 他就知道有多少家當 他知道有甚麼部署有甚麼可以做有甚麼不可以做 但是 那些鷹派 坦白說現在 王滬寧 習近平已經是歸類 成為一個鷹派 你也不肯知道這回事 你也不肯知道 沒有嘛 你也不肯知道 你怎麼跟別人打呢 李克強用一家上市公司的角度 去看中國大陸 他就是上市公司的 CFO 拿數的 他就知道盤數是怎樣的 他們那些 那些傢伙出去賣 賣東西 那些傢伙 其實他就知道是不行的 沒有呀 沒有那麼多錢 那些傢伙不是我們 什麼時候有錢回來 其實是沒有的 那些傢伙已經被人踢了 沒有錢回來的 你不要以為是有的 那麼 單單站在這個立場 你也可以看到 李克強和習近平那些傢伙 基本上是矛盾的狀態 現在除了李克強、汪洋這些團派 比較務實的 做實事的人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 基本上是最近 一年半做的銷聲匿跡 那個就是中紀委書記 趙樂際 趙樂際 早一陣子就據說 全民習近平就善救他 叫他扮閃西兩宗案 兩宗這些弊案 誰知道 兩宗案都搞得很嚴重 最後就被人家 被習近平訓斥 而最近 相傳去拉這個 拉這個叫孫力軍 不是由中紀委出手 是由 習近平的中央警衛團 即是說現在習近平 是尖手埋 甚至乎是 越拳 越過中紀委的手去抓人 那個情況是怎樣呢 習近平一直都沒有辦法控制中紀委 只能夠善救這個人 當然這個人也是 身負重任啦 你等於幫江派把關 如果這個中紀委交給習近平 江派就死了 你看國情新聞都沒有見過趙樂際 一直都沒有出過聲 他 已經被媒體 忘記了有這個人的存在 他不是開一開會 人家死了 但是他拿著那個位置很重要的 中紀委 他是拿著上方保劍的 隨時殺人的 但是 現在很明顯習近平想奪他的權 現在中南海又分開三派 即是你在港內的權力佈局 因為他要維護 這個江派利益 但是他又不可以跟韓正一起提 韓正呢 因為現在沒有了個大佬趙 他被迫著 去那個 習派那邊 但是 習派當然是身在草刑 身在漢 習近平也不會相信他 我想他接下來也有機會 總之背鍋就找你去 其實我們都 很久沒有聽到韓正出來說話 最近國安法才出來說話 歸了邊 定了調之後才出來說一些定了調的東西 他們基本上是這樣的 重複了一些 基本上就是沒有 沒有辯論空間的東西 已經決定了 定了調的東西 出來就重複讀花一次而已 讀一次是孫子那樣說的 但是其實是臨安事的 我照讀稿而已 上面交代了下來 就是這樣 要我說 那麼 我們看回那個權力佈局 現在其實 習近平 又是面對這個團派 和江派 但是這兩個派其實已經開始越來越模糊了 除了團派反而 是在 國務院系統也還是有一個 團派特色 有一個團派色彩 其實江派已經是很凋零的 你看到那些人 起碼是軍隊的勢力 被人連根拔棄 我們也率先說過 網傳的消息 關於 懷疑江澤民被軟禁 被軟禁在海南島 其實不只是江澤民 朱鎔基、胡錦濤都被軟禁了 所以這次那些老爺沒有人出過來 這次拍照 拍不到老爺的 他們 就用一個抗疫名義 說保護老爺 免得你出來惹到肺炎 說真的 香港政府現在都學了這一套 假裝抗疫 實際上就是政治檢控和隔離 政治檢控和隔離 不是檢疫隔離 是政治隔離 現在 我們看到那種矛盾 其實是很公開的 因為 現在 他們那種戰狼外交的大外宣 基本上跟國務院那個 那個是格格不入的 整個已經好像完全不同了 那麼我們 都會一直跟進現在上面的消息 上面是 現在 大陸 反而我現在覺得習近平 是很心急想清帝 那麼現在這個 李克強 趙樂際 這些就是他清帝的阻力 好像當年的蔡惡 或者那類 那些護法 習近平 現在倚仗的 跟當年也很像 就是 當年那個 袁世凱 他的兒子 為了想真的做太子 就知道他父親經常看那份報紙 叫做《順天日報》 《順天時報》 這個是由日本人在背後的 當時是住在北京的 即是北平 因為當時大家知道他 南京才是政府嘛 真正的首都在南京嘛 北洋政府當時是北平 《順天時報》 類似北京日報的 他專門 有很多文章在吹捧 當時說 袁世凱 怎麼好怎麼好 應該稱帝 天命所歸 說到他也信以為真 所以呢 現在我們發覺 這份《環球時報》 是不是就是 習近平的《順天時報》 其實是相似的 基本上 現在《環球時報》 我們越來越喜歡看《環球時報》 他在力捧的這個極權 會面對更加快的覆亡 沒有錯 我們現在看《環球時報》的取態 這些鷹派已經是超越了正常的 內部 那些人 那些說法 所以你不是看到 習近平 下面的夏寶龍 講《國安法》的時候 那種氣炎 那種腰章 他們現在覺得很威風 他們那班 這班鷹派 我還控制了 整個輿論 全國人大 都要歸了邊 都要歸我們這一邊 沒錯 那些溫和聲音 或者那些 反對 不要說溫和 李克強 說的那些 其實跟他完全不對 其實你看回那個工作報告 一點也不對稱 老實說 這份報告 預視了你的角力有多少 你這次受的打擊有多大 要多久 恢復到也未知 你還在廿文廿武 妄想稱霸世界 老實說 你們這份 信仙時報 等於環球時報 大家也是時報 真正那份信仙時報 是沒有事的 袁克定就是偽造的那份時報 偽造就是偽造的那份時報 真正那份 因為人家是日本人出的 日本人出的報紙 報的就是正常的 所以就去改了人家的報紙 他做了一份假報紙出來 大陸現在做的事情是很像的 他不是改了人家的報紙 不過他會改一些截圖 然後傳假消息 他們內部很懷疑 他們其實現在 北京是不是真的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新聞 因為下面的人報上來的可能已經是假新聞來的 他不是給大陸的假新聞給他看 他可能是說是外國的新聞 但是他已經改了給他看 也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 現在為甚麼會那麼瘋狂呢 那麼失控呢 到底其實他現在看到多少真新聞 我們都不知道 如果你說最終可能現在正在看假新聞的就是習近平 所以他根據假新聞來評估 我現在有多大贏面 我打贏美國要有多久的時間 是不是 所以希望 我們也希望 紅獻帝制 看看可以走多久了 是習近平的紅獻帝制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